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贵的就是那几个 就那三栋了 那三栋就是 一层就一户的 像这种其他的房子一层可能会有两户 或者四户 那那个就一层就一户 一户就一层了 然后这个烟囱这里呢 这里是广州的酒吧街 爬提 晚上年轻人就很热闹 全部都聚集在这边 最远远会经过这边 这个就是酒吧街 就是塔堤酒吧街 最过就是那几栋了 所以以前就是 但是那几栋就是 疫情这几年呢 很多拿出来拍卖 那些公司不行的 这边基本上都是 就是那种公司上市公司 或者其他那种大企业的 有几个公司受影响 很多他在拍卖 所以人家很浮夸的 就是后面一大抽的钥匙啊 所谓的包猪公啊 包猪婆啊 就是这一个区域的了 这个区域的房子呢 没怎么叠价啊 因为江景房这边 是比较核心的啊 就是这一个区域的房子呢 是没怎么叠价的啊 这边的就是学位啊也好 教育也好啊 然后像很多的大使馆呢 都在这边像美国啊英国啊 很多大使馆呢 都是在天鹅区附近的啊 广州是除了北京之外 除了北京之外 就是这种领事馆 大使馆最多的一个城市啊 整个中国啊 除了北京之外 就是集中在 都是集中在这一边的啊 所以当我们去那边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 广州一些主要的建筑 像歌剧院啊 图书馆 博物馆啊 然后广州呢 也有双塔啊 也有双塔啊 但是我们就是叫他 我们就是给他起的名字 刚才看到最高的呢 是叫做小蚊腰啊 因为他的腰细细的嘛 那这小蚊腰的对面呢 还会有一座 叫做水桶腰啊 广州很调皮的 给这些建筑起名字啊 小蚊腰对的就是水桶腰啊 水桶腰就是因为他的腰 他的腰粗粗的啊 粗粗的 最高的那个塔是600米 中国第一高 广州最高的楼呢 是540米 最健康的房子就是应该那种 像你们那边独栋的排屋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的 你这种起这种高 电梯啊 因为电梯维护成本 他老化之后维护成本很高的 对维护成本很高的 现在很多 现在很多以前 才20年的房子 已经旧的很旧了 你这 不管是外观还是里面 20年的啊 就已经20年楼林的房子 都会很旧的 因为你进到那些大厦里面 整个都是很旧的 噢 好轻好轻 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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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不用了 晒一下太阳好 好轻 刚才讲什么 什么楼 év 什么药啊 小曼药阿 小曼药阿 有发明哎呀 楼廓 哈哈哈 这个小烤菜 夭不修修了 小楼太太 哇 这里很多高楼大厦 哇 这个极高哦 哇,厲害啊 好亮喔 看看 很大喔 哇,幾美啊 那個是一個stadium來的 哇,好捏喔 好多人啊 啊,什麼邊的面好多人啊 好晒 邊的面前面 東英的地方 看到 中間好少人 太硬了 這個屋子好亮 四所都很亮 好亮喔 好亮喔 哇,這邊實在是排隊喔 啊,多遠喔 看多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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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屋的配色 鑑菇館 廣東省 nut館 我們不可以放一圈 我去放一圈 好亮 好亮 好漂亮啊! 全面的日博烏馆 哇!太厉害了! 真的好厉害啊! 这边设计很漂亮! 哇!设计很漂亮! 好厉害啊! 一流啊! 哦! 这么荣誇啊! 做生意的替房! 哇!这边设计很漂亮! 中山纪念塔 纽顿啊! 在上面纽顿 哦! 下面的 整位啊! 哇!有工丁! 下面有个沙发! 嗯! 整位的有个! 几多猪猪车啊! 是啊! 是老的地吗? 嗯! 哇! 这个! 平均吧! 四十八银一根哦! 是老的! 三十多! 对! 三公吧! 嗯! 嗯! 三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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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吧!